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AWS 今天是第三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申请AWS账号是这样 您如果想使用AWS服务的话 前提条件必须要做的是 您需要申请一个AWS的服务账号 对吧 小马其实已经有了AWS账号 但是为了给大家做教学视频讲解 我今天准备再申请一个AWS账号 好不好 那咱们就一起开始吧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申请AWS账号 咱们申请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您需要有一个邮件地址 这个咱们大家都有嘛 对吧 OK没说的 第二 您需要有一个手机号 这个咱们大家都有嘛 没说的 第三 您需要有一个信用卡号 这个咱们大家应该也都有 是吧 其实是这样 有很多的大学生朋友 因为也是在看我的视频比较多 对吧 可能大学生朋友 您现在还没具备一个信用卡号 那么您如果又想使用AWS账号 该怎么办呢 我小马其实也在想 不行的话 我给大家开几个服务账号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申请一个我自己的AWS账号 然后我在里面 建上几个用户 对吧 就相当于咱们是一家小公司 我是CTO 对吧 我管理着咱们公司的整个AWS账号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建几个子账号 只有指路权限 您可以为了学习 可以low进去看 对吧 这个我正在考虑 是不是该这么做 有机会吧 咱们再可以 咱们建一个小的小公司 然后做几个用户权限管理 我觉得也是可行 是吧 咱们到时再说 好 那么咱们如果想申请账号 该怎么做呢 大家请看 这个是它的官网 咱们就通过这个网址 进行申请 但是 我跟大家说一下 申请完账号 并不能说马上就开始用了 不 是需要有几个安全注意事项的 我在下面列出来 咱们都看一下 好 咱们看 首先申请账号 没说的 sign up sign in 这个咱们今天就要做 然后呢 咱们需要设定一下cloud watch 比如说 咱们的这个用户 有哪些用户访问 咱们的服务器的复合是哪些 有没有安全隐患 同时最重要的是 咱们现在用的AWS服务的状态 咱们花了多少钱了 对吧 咱们需要有一个预警的功能 比如说 我每个月花的钱数不能超过30美金 如果超过30美金的话 就要给我报警发邮件 对吧 咱们会做这些设置 同时 大家请看 咱们今天申请的账号 应该是叫做root跟管理员 这个管理员的权限是无限大 所以说 咱们在一般使用AWS服务的时候 是不要使用最超大的root跟管理员的 咱们应该设置 这是咱们自己平时使用的IAM的管理员 这个我会给大家设置 然后咱们root管理员 仅仅是在咱们发请求书 咱们在支付整个AWS费用的时候 才会使用root管理员 一般情况下咱们是不要用的 好不好 这个我会给大家讲到 同时 咱们为了咱们整体网站安全 还需要设置cloud trail这么一个服务 这个服务该怎么设置 也会在我的视频中给大家讲解 OK 今天咱们首先干什么 首先咱们先申请个账号 sign up 咱们马上开始 我给大家拷贝一下 好 这是我的官网 然后咱们是这样 我的视频只发在这个YouTube上 你如果您在别的地方看到小马视频 可能都是盗版 好不好 OK 那咱们马上开始 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在这边有一个创建AWS账户 咱们点击一下 OK 在这地方咱们就可以创建 然后咱们把语言选成中文就算了 好不好 OK 大家请看 输入您的邮件地址 输入密码 输入可能这都没说的 咱们说 我这次为了给大家做视频 我专门申请了一个叫做 申学AWS.com 咱们就用这个邮件地址 好吧 申学AWS 咱们就用这个邮件地址 但是同志们不要给我发邮件 不要给我这个邮件发邮件 我这个邮箱主要是用于教学 不给大家做support服务 如果您要想让小马支持您的话 还是希望您能够定位一下小马的技术频道会员 OK 咱们设完几个口令 然后咱们这个AWS的名称就叫做 Deep Learn AWS 好不好 这是咱们申请账号的第一步 然后咱们下一步 Go 然后接下来咱们 他问咱们是干什么用 一个是商用 一个是个人学习 像咱们就是个人学习 对吧 如果您是公司 那您选择商用 对吧 咱们是个人学习 选择个人 然后全名 这个我就敲扣码 行吧 然后是这样 这个地方需要提供一个电话号码 然后还需要提供各种各样的私有信息 这个我把这个信息敲上 然后 一会我可能会要把它做成马赛克屏蔽掉 好不好 好 那咱们开始 OK 输入完个人信息之后 这个地方需要提供一个信用卡号 这个我也敲一下 好不好 OK 信用卡等于是验证通过 对吧 接下来 他需要用手机发一个信息的进行认证 那么咱们发一个手机进行认证好了 好 大家请稍等 OK 我现在输入完我的手机号码 他应该是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大家请稍等 我把短信接收下来 OK 然后这地方输入验证码 这样的话 基本上咱们账号就算注册成功 然后这地方大家请看 他给咱提供了几个技术支持的计划 免费的 或者说您是开发人员 或者说您是企业商用 其实他内部应有四个支持计划 但是因为刚申请账号 他只提供三个 还有一个超企业级支持 好不好 是这样 因为咱们是个人学习计划 所以说咱们选择第一个 免费的支持服务 这个是这样 这个我还真的是用过 我当时申请一个预留主机 申请预留主机之后 我已经付款了 但是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 我就通过这个技术免费的技术 问了一下AWS的官方 他也给我回复 但是是三天之内才回复 稍微有点慢 但是基本支持也可以用 好不好 那咱们就完成注册 好不好 OK 咱们试试 大家请看 已经恭喜成功 咱们点击之后 就应该进入到咱们AWS的控制台 进来了吧 没有问题 OK 是这样 咱们第一次进入的时候 是应该采用咱们跟用户进行登录 对吧 那么咱们第一次采用跟用户 其实跟用户是非常不安全的 对不对 但是咱们第一次没办法 只能采用跟用户 咱们试试 这地方我敲 咱们是深 学AWS 然后是我的Gmail 然后咱们下一步 这个地方敲上口令 OK 再下一步 我默认的是日语 可能是我跟我这个browser 浏览器有关系 大家请稍等 默认起来 因为是把它改成中文 大家请稍等 OK 大家请看 这样的话 咱们就成功的注册了一个AWS账号 今后我就用这个账号 给大家做各种各样的技术讲解 好不好 那么咱们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加油吧 好 那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接下来 我一步一步的教大家如何设置咱们的AWS账号 好 那咱们在下期再见吧 今天就这样 拜拜